美雨封面逐漸远离 天气不再阴雨绵绵 偶尔还能看到太阳高挂 进入典型的夏季天气 白天高温上看33到35度 不过接下来要注意 贝律宾东方海面的低压扰动 有可能形成今年第二号台风 鹦鹉 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有利于它逐渐发展的 不过未来它这个系统主要是往西北西的方向在移动 它目前看起来各家模式 对于它未来的强度增强的预测还是有一些分歧 目前低压扰动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 11号下半天影响菲律宾旅宋岛 周六进入南海 预计周末最接近台湾 这段期间有机会增强成热带性低气压或形成青台 而最新的欧美模式模拟看法大不同 欧洲模式模拟周六晚上还没有明显发展 美国系级模式模拟则是有达到青台的几率 不论成台与否势必会夹带水汽北上 台湾附近的天气还是会有些间接的影响 像是在南台湾花冬的这一带 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提高的状况 再加上午后的部分 可能天气上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各地的雷震雨的几率也会提高 提醒南部东南部的民众 周末可能整天下雨 出门不要忘了 攜带雨具 记者周天杰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